Hello 大家好 今次我們講的是生同感受的靈性層面 這個我可以說我期待了很久 因為之前節目不敢講得太盡 但現在我出了一個警告 即是說我們這個不是精密科學 還有一些牽涉神話和傳說 甚至一些是宗教意味的東西在裡面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可以接受 可以學到OK的、Open Mind的才繼續聽 今天我想講的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沒有人是真正自由的 我們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 其實已經帶有大量的包袱 我講的包袱其實是分三個層面的 第一個層面的包袱就是 我們如果相信前制今生的話 就是其實你之前這麼多生世 沒有解決到的人生課題 會帶來這一生世的 譬如我們都聽過 不同宗教、不同地域都說 有些地方有鬼屋 有些地方有人在裡面慘死了、冤死了 例如監獄、精神病院 或者發生過致命車禍、空窄的地方 俗稱特別猛鬼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的情況呢? 明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宗教 為什麼都會指向同一件事 好像一個很普及的現象 其實就是因為一個人 他的情緒產生的時候 如果他是沒有得到一個緩解 他沒有得到一個釋放的話 他就會被那個默倫鎖住了那個情緒 而今天的靈性 topic 不是說默倫的能量層面 是說其實一個人如果要再去轉身 要再投胎的時候 其實你是需要你的默倫 全部align 即是達成一個一致全線開啟 在佛家所說 你的靈魂、你的靈識 要在你的中脈上輸出 你才能夠再一次投生 有些人如果好像我剛才所說的 那些空岸現場 或者是空窄 或者是監獄精神病院 那些出名的猛鬼地方的話 你可以理解就是 當初有些人 他經歷了很大的恐懼 很大的折磨、痛苦 而那個情緒就鎖住了 在那個默倫道 他是沒有辦法釋放的 所以直到有人 用不同的形式 沒有所謂的 你可以不同的宗教 根據不同的地域文化 去令到他得到那個舒緩 他願意放下 我們叫做 他才能夠離開 在英文叫做 move over 即是說 他能夠 cross over 即是橫跨生死 OK 所以我們現在生世 我們來到這個地球 其實我們有 帶有不同生世的 topic OK 但是因為我們始終來到的話 那個 topic 我們其實不是完全說 卡住了 如果卡住了 我們就還在那個狀態 即是那個所謂的 猛鬼的鬼 但是我們既然來到的話 我們已經可以 那個靈色可以離開到身體 但是那個課題 如果未解決 我們才會再回來 如果你是已經解決了 你人生 要來到這個地球上面的 靈魂使命 你已經解決了的話 你會回到光明裡面 而不需要再重新再投過胎 所以我第一個 不自由的原因 就是因為 你有你的人生課題 是由前世今生帶來 以前沒有解決 你沒有打爆那個遊戲 那一關你沒有爆到 你就再回來再打過 第二個原因 就是你有一些 不是前世帶來 但是你今生要解決的課題 就是說 喂 我已經爆了那個遊戲 其實 但是他現在再出了一個續集 一個新的遊戲 那你進不進去一個新的身體 你要打這個遊戲 那也是那句 你打爆了你就能走 你未打爆你就繼續卡住 這個就是今生的課題 那今生的課題 就存在哪裡呢 就會存在我們的潛意識裡面 那這個潛意識 如果你要默輪去理解 它的位置的話 它就會在底輪 而剛才第一個所說的 前世今生的那個回憶 那個課題就會在大地輪 即是腳底輪 OK 那第三個我們不是真正自由的原因 就是其實我們身體裡面 是有細胞記憶 是由我們父母 他們的父母 再他們的父母 無數這麼多代的祖先 遺留下來的創傷記憶 那這件事現在經過科學證實了 叫做epigenetics 那這件事的細胞記憶 傳來我們身體上面 譬如有很多人的身體狀況 他解釋不了的 其實根本不是自己的 例如他的抑鬱症 他的焦慮 他的恐懼 或者有些身體狀況 根本怎麼會醫藥 都不要吃藥 都還是反反覆覆 原來這個源頭 不是在自己身上 是家族裡面 某一位先人 留下來 給你的細胞記憶 又或者可以是前世帶來的 在海底輪到 在大地輪到 你還未打開 拿回個message 你還未打回那鋪機 你還未過關 也有可能 在你今生的底輪裡面 的詞碟 你的潛意識裡面 你的課題 你都還未去拿 你怎樣解決呢 所以這一個 之前節目裡面很難 如果大家想聽生童 也很難講這些部分 但現在很高興 能夠有一個靈性的層面 跟大家分享這方面的資訊 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儘管留言給我們 好嗎 例如有些特別的題目 你想聽的話 我們可以幫你安排 我們下個星期一見 下個星期一 就會講回身體層面 多謝支持